基本上大蒜 抗癌 防癌 它是一個好處多多 大家都知道 蔥薑蒜大家都知道 這蒜頭是非常重要的 還能驅膜對不對 這怎麼會變成毒蒜呢 先請專業的營養師 來跟我們說明一下好不好 來 邱雲姐 其實蒜頭 我們都知道它還有一些 硫化物或是一些蒜素 其實譬如說 像為什麼香腸要配大蒜 是因為香腸在烤的過程 它可能會產生一些致癌物質 配大蒜不是除了好吃之外 它其實它還有抗癌的功能 因為它可以幫助我們抓這些製有機 打香腸配蒜頭 太有智慧了 很強 我會都不行 我也說香腸叫妳配 香腸壞 對 沒有 沒有 一定要 香腸覺得要打 還可以配大腸 大腸包小 但是剛剛講了為什麼會變毒蒜呢 因為其實這個 我們的那個大蒜 其實如果說 你把它變一個烹調方式之後 它就有可能產生我們所謂一個 丙溪溪胺 那這個呢 它也是可能會產生我們 致癌的一個因子之一 因為 像那個丙溪溪胺其實說 一般來講說 大概在168度C以上 譬如說你是去吃鹹酥雞 有時候會炸那個蒜片有沒有 對 這種炸蒜片這個 很香很好吃 但是它就是丙溪溪胺的來源 原來 再來就是在烤那個 你去吃日式那個串燒的時候 不是有時候也會有那個烤大蒜嗎 對 雖然它的溫度不是到很高 可是它在烤的過程裡面 它那個外表就會產生就是焦掉 就是它也是會致癌的因子之一 丙溪溪胺其實跟我們攝取的量有關 像我們只要是烘焙過燒烤過的東西 都含有丙溪溪胺像炸薯條 它含量其實遠遠比 大蒜還要多 對 所以 對啊 如果你要吃到那個 以大薯條那種餅乾的量 像50公斤 像我們這種體重的人 如果以薯條來算 大概要 才會操縱 10秒那麼多 對 一公斤都吃不到還吃不到 所以你要吃到那麼大的量 才會真的變成毒素 會滯癌 所以平常你不要吃那麼多量的話 大蒜其實對身體還是有好處 炒菜的時候不會加蒜頭嗎 以前我不是說倒油放蒜 我現在沒有 我現在是倒油 再把蒜放進去 然後悶 倒油在倒水 倒油在倒水 再加一些火藥在裡面 再一陣子把蒜頭放進去 那個蒜頭不會加 然後引線一點 就整個鍋子啪 而且倒油都倒水 真的 讓它回去吃吃看 那個蒜頭的香氣出來 蒜頭又不會焦 就不會有一個致癌物 對 用水加油去悶它 蒜到水蒸出來 因為其實 像現在養食 其實還蠻教大家 利用這種方式去烹調的 就是不一定要啪啪 就是很多 對 很多那種菸 對 才是覺得很好吃 很美味 很香 這是一個方式 大蒜它的好處真的是 生吃會比較多 而且它就是不能直接整半吃進去 它其實大家都建議它先切碎 跟空氣接觸大概10分鐘 那蒜數才會完全的合成 而且還有就是它太高溫 其實那蒜數就沒了 它大概只能撐到 50到60度 這麼低 所以剛剛就是起鍋前 才這樣子放下去一下 那是 其實是比較有機會 吃到它營養素的方式 如果在裡面燉太久 可能就是都是調味料而已 再來就是 其實生吃也要注意 就是一般成年生吃的話 大概兩 三半就夠了 像最近有一個很紅的日本推特 有一個苦煮 它就是先放一張圖 就是它晚上很餓 它去一個認識的拉麵店 人家已經要關了 所以他們就認識 老闆就把所有剩下的蒜都給他 他很高興 因為他很喜歡吃蒜 他想說蒜很好 他放的圖就是拉麵上面滿滿的 小三的蒜 就超多的 結果放完這個跟大家分享之後 隔天早上他放了一個 他就說 早上一起來肚子爆痛 就被救護車載走了 對 他說後來發現其實是 那個雖然太刺激 破壞了它胃壁 而且蒜會殺菌 所以腸內的菌有被殺到這樣 生吃它其實蠻刺激的 對一些像是胃潰瘍的人 其實他會感覺很不舒服 所以我們其實蠻常建議 就是料理的方式是 就是有些人會用醋泡蒜 或是蒜蓉醬油 就是沾肉 蒜蓉醬油 對 因為蒜跟肉一起吃 會讓那個肉裡面的B1 在你身體的利用率更高 所以就可以讓你更有精神 對 所以 蠻適合拿來沾醬 當沾醬 或是蒜炒高地菜 就不用太熱 最後再加一點蒜 那樣的話其實效果反而會比較好 可是在中醫就有另外一個要提醒 就是蒜在中醫它屬於比較溫 就會暖胃 消脹氣 可是對於食熱型 就天生比較熱性體質的人 或者是虛火的人 都不太適合吃 怎麼看呢 就是說假設你平常常這裡發炎 那裡發炎 比如說胃發炎或長痘痘 或者是口臭 這些人其實就比較不適合吃這樣子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在整個的霧化器裡面 就持續的噴霧清潮 非常安全也不會傷身 你直接接觸你的肌膚 也都沒有問題 沒有疑慮的 配上快點GO 還有這邊有蠟氣的推薦代碼 CTI567 CTI我蠟氣 可以享有折扣優惠 請大家好好把握囉 謝謝大家